初期的热门活动 华联县原住民联合逢年节 即将从7月22号开始 一连三天在德行运动场热闹展开 那么为了迎接这一场盛事 建安乡各部落也都利用晚间 齐聚在希望广场勤家练习 而乡长游淑珍是特别前往会场 关心排练的情况 也期许族人都能够拿出最佳的表现 让到访华联的全国乡亲 感受到部落的文化魅力 为了迎接联合丰年节传统记忆盛事 吉安乡大道小小动起来 由19个部落共计100位总指老师 运用晚上时间齐聚在希望公园大广场 在专业资深舞蹈老师的指导下 紧螺密鼓练习着 华联县联合丰年节大会舞蹈动作 而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前往会场 关心排练情况 除了一同舞蹈灰洒汗水 也期许族人们都能拿出最佳表现 让到访华联的全国乡亲感受到 部落的文化魅力 全县的联合丰年祭 我们希望在吉安做好准备 练好舞步 一起的迎向所有的观光客 跟我们原民部落的记忆传统文化的节庆 也在我们联合丰年祭之后 别忘了吉安乡也会带来 19个部落满满近视丰收的 这样的一个祭典记忆跟欢乐的庆典 让我们一起来舞动 让我们来迎接22、23、24的丰年祭 大家一起来跳舞哦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副处长独顾撒云 也代表上级政府制证3万元排练费 感谢部落族人拱翔盛举 而花莲县议员迪布斯宜赖及周俊佑等 多位民意代表也陆续到场 带来点心饮料及赞助费用作为支持 记者许立清吉安乡报导